小伙伴大家好 我现在在福建厦门 这是在厦门的一个村子里 这里是厦门市的极美区 这个村子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那个孙厕吧 因为我坐公交来这里的话 这边有一个站叫做孙厕站 旁边这边就是一个村子 这块是做核酸的地方 还挺方便的 每天他这个核酸点位都会开的 有固定的时间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看一下福建厦门 城中村的一个景象 城中村里面的生活 我准备在这里先吃个饭 前几天我是在厦门的岛内住着 然后这两三天我都是在这里住着呢 因为这块房租比较便宜啊 因为我看这里全部都是那种出租屋 所以你往上面看一下 这个房子都是基本上一个模式啊 五六层 然后街边这些房子都是开了一些商户 有卖吃的的生活用品 他这个村子周围也有好几个大学 因为我看地头上显示 之后周围有那个华侨大学 还有那个集美大学 城邑学院 就在这个村子旁边 看看晚上这里还挺热闹的 这里我估计都是他的一个商业街吧 就是人流量啊 最多的一个地方 晚上大家都在这里下班回来之后 在这里买吃的用的 可以说是一个村子里面的CBD吧 我感觉 这边是个幼儿园 现在是放学了 好像是个小学 幼儿园小学在村子里面都有 一应俱全啊 再往前面走一走看一下 现在应该到了下班时间了 因为现在路上的车已经多了 开始堵起来了 这才是人间烟火器 卖气球的 很硬实啊 刚好放学了 卖气球的大哥就过来了 小孩子最喜欢 这个是什么 街头零食啊 油炸麻花之类的 看看这里热闹吧 商店门口挤满了小孩 我走这条巷子 到这个村子里面去逛一家吧 因为刚才那条走街上车太多了 现在他们都在街小孩呢 路上太多了 不好走 看一下厦门这边的村庄 跟你们所在的城市那块有什么不同 其实大部分都是城堂村都是一个模式啊 这种房屋靠的特别近 蜘蛛网一样的线 在空中 横来直去的 因为城堂村里面的房租便宜啊 所以这里是很多打工人 在这里的一个集居地 我之前也在城堂村住过好久 当时也是刚毕业没多久 没有钱啊 只能住在这种地方 网上望一望 这房子靠的特别近 感觉也就一米多吧 到前面这块再看一下 它这块还有这样的房子 这种应该是那种 八九十年代的房子 现在依然还保留着 前面我就不打算过去了 因为我是刚来这边不久才两三天 它这个村子里面道路太复杂了 我怕再走的话就迷路了 找不到刚才的地方了 这是一家包子店 要不买几个包子吃一下 金红日超市 这村子里面超市超市还挺多的 把我转的都渴了 买一根雪糕尝一下 一块五毛钱特别便宜 前面这里有家卖凉菜的 买点凉菜吃啊 好久都没吃凉菜了 今天尝一下 那这个豆皮 黄瓜色 挺甜黄瓜色的 我都再来几个 它这边是素菜 旁边这边都是荤菜 荤菜跟素菜是各一个价格 买好了 十一块钱 几个凉菜 再去买几个馒头吃 没有看到卖馒头了 又买了一份成粉 花了七块钱 今日消费 晚餐消费22元 买好晚餐了 我现在准备回去了 到我住的那个地方 带大家看一下 厦门这边村子里面的一个居住环境 就在前面不远够 马上就到了 它这边全部都是这种出租屋 单身公寓 就在这个小巷子里面 刚好门还打开的呢 我要走到六楼 我住的地方在六层 还要走好几层呢 这是第二层 第二层这里应该是房东住的地方吧 有个大启轮 终于上来了 第六层 从外面这边看一下 这个走廊 两边全部都是这种房子 小单家 好像一层有十几间呢 我在这里先住的 门已经打开了 进来带大家看一下 先过来什么 房间里面感觉还挺干净的 房东把这个墙刷的特别白 还配着一个衣柜啊 他这种房子改造的话 专门是为出租的 我只是临时这边住一下 这边应该就是个洗脸刷的地方 后边就是另一家了 跟另一家这个房子隔了就是一墙之隔 可能又是一米 这边是卫生间 从这边看一下 有张床子 还有一个小沙发 小书桌 也有空调这个房间里 不过我住的这个没有空调 不是没有空调 因为是不能开空调的 因为我只临时住两天嘛 在这里面50块钱一天 是开不了空调的 这个村子我还撞了一下 还挺大的 居住了好多在厦门岛内上班的 白仙人大家在岛内上班 到了晚上就回到这里居住来了 这个就是厦门的城中村 今天带大家看了一下 上到楼顶这边看一下 这边是第六层 第六层的楼顶 看看厦门 这是在厦门的一个城中村 旁边这个红色的房子 这块就是厦门那个集美大学 城邑学院 这块周围有好几个大学 这块楼顶上不知道这房东晒的是啥 好像那种馒头 对是萝卜干 原来这种是萝卜干 我还以为是晒的是干馒头 这个就是 他这个村子一瞧街道 两边都是这种房屋 好几层啊 六七层的房屋 都是出租给打工的人 在周围这块上班的人 站在楼顶看一下风光 还挺不错的 旁边这家院子顶层建的不错 特别漂亮 还有屋顶花园的 谢谢大家